那么1861年8月中旬 先锋皇帝病危了 那么先锋皇帝临死之前 是吧 当时清政府的一些宗政府官员 就要求先锋皇帝 用珠笔写一个遗诏 就是用红笔 亲自书写遗诏 那么先锋皇帝讲 说现在啊 他自己病了 不能够执笔 就要求呢 由军纪大臣来代笔 由先锋皇帝来口述 由这个军纪大臣来代笔 那么先锋皇帝临死之前 起了两道上誉 第一道就是立先锋皇帝的独生子 宰纯为皇太子 以后呢继承皇位 那么第二道呢 就是命令 由宰元 端华 宿顺 等八个人 作为呢 赞乡政务大臣 来辅佐宰纯 那么这发了这么两道上誉 那么同时又做了一个规定 规定什么呢 就是规定啊 由于这个小皇帝 宰纯 当时年龄很小 只有六岁 不能够亲自处理政务 那么这样呢 先锋皇帝呢 就把自己所喜爱的两个图章 一个呢 叫做玉赏 刻有玉赏两个字 一个呢 是同道堂 先锋皇帝是规定 以这个玉赏和同道堂 作为以后清政府 清朝皇帝 下达上誉的一个平信 就说以后 清政府颁布的任何上誉 都必须要盖有 玉赏和同道堂这个印章 那么玉赏这个印章 是由慈安太后来执掌 在这个玉址的上面 最初 最早这个这个最初 就是一开始写文字的 这个上誉的最初 盖这个玉赏 那么在这个上誉的最后 是由这个皇上 来盖这个同道堂的印章 那么这是 他是为了防止啊 这个大权会旁落到呢 这个大臣手里面 那么咸丰皇帝 临终之前的这个后世安排 有几点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那就是他安排 到底是体现了一种 他的什么思想 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首先一点 第一点 就是咸丰皇帝 把宗之最近的一心 排除于 暂兴政武八大臣之外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宗晴王一心 是咸丰皇帝的 同父异母兄弟 而且宗晴王一心 从才能上 从才干上 是优于咸丰皇帝的 那么咸丰皇帝 对这问题啊 他也是很清楚 那么在咸丰皇帝继位之前 咸丰和一心 在这个皇位继承问题上 就发生过一心明争暗斗 关系就不是很融洽了 咸丰皇帝继位之后 那么兄弟两个人 围绕着宗晴王一心 这个生母 这个封号问题 又产生了一些不愉快 到底是封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封号 那么宗晴王一心 和咸丰皇帝呢 发生了一些分歧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那么后来 在一心的生母 这个死后这个丧仪问题上 这个丧葬礼仪问题上 又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那么因此宗晴 因此呢 这个咸丰皇帝 对宗晴王一心 并不是很放心 那么咸丰皇帝就担心的 如果说把他的身后事 托付给宗晴王一心 又恐将不利于如此 对小皇帝不利于 那么因此 把一心排除在 赞相政务八大臣之外 这个在咸丰皇帝看来 在情理之中 那么但是 却大大的出乎于 当时人们的意料之外 人们在想 咸丰皇帝 为什么没有把他的六地 例如到 这个赞相政务八大臣当中去 人们对于这个 咸丰皇帝 这个遗诏的这个真实性 就产生了怀疑 那么这是一点 值得我们注意 那么第二点 就是宰元 端华等人 虽然名字叫做 赞相政务八大臣 但是他们呢 无论他们 具有怎么高的爵位 具有多大的权力 他对于这个 清朝皇帝而言 始终只不过是一种 人臣奴才 是臣子 是奴才 这个满洲人呢 对皇帝往往是 自称叫做奴才 也就是说 这些人 他不是真正皇权的代表 那么他们的职责 仅仅是 帮助小皇帝 来处理政务 他们必须呢 时刻遵守 封建的君臣大义 遵守这个君臣大义 这种道德的规范 这是第二点 我们需要注意的 那么第三点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只有小皇帝宰纯 还有这个皇太后 就是思安太后 才是这个皇权的 这个真正代表 具有至高无上的 这种政治权威 那么遇上 和同道堂 是清朝皇帝权力的 一个象征 那么这个 慈安太后和皇帝 来前印这个规定 是贤丰皇帝 对赞兴政务八大臣 有可能专善弄权的 一种防范措施 就是防范的 宿舍等人的 专善弄权 那么这是第三点 需要注意的 那么第四点 那么贤丰皇帝 临终之前 就规定 这个善异 必须由皇太后 和皇帝 来前印 那么这个 在当时是一种 迫不得已的 一种权宜之计 但是从这个制度上来讲 这个规定 是不完善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规定 这个相关当中规定 小皇帝 宰纯的生辰母亲 纳拉氏 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本来是没有权利 去过问 这两颗印章的使用的 也就是说 纳拉氏 就没有权利 去干预朝政 那么但是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时 宰纯继位的时候 年龄很小 只有六岁 由宰纯 是吧 来处理朝政 由他去盖 这个同道堂的印章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就是他不能够处理政务 那么这种情况 就使得 宰纯的生辰母亲 纳拉氏 也就是孙太后 很自然的就取得了 代替小皇帝 来保存 来前印 同道堂印章的这种权利 孙太后呢 取得了这种权利 那么通过以上 所讲的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咸丰皇帝 在弥留之际 他的这种后事安排 是一种呢 力图去调适 各种势力的平衡 是各派势力 能够达到平衡 但是呢 又必然会引起权力矛盾 引起权力争夺的 这么一种制度 那么他要求 这个上狱啊 必须要前印 这种规定 那么从制度上 确保了皇权 不至于旁落到 苏顺等人手里面 排除了苏顺等人 挟制天子的这种可能 那么但是呢 为慈禧太后 来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 却提供了一个机会 提供了一个契机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就使得慈安和慈禧 处于一种虽然没有垂帘之名 但是却有理政之实的 这么一种地位 名上没有垂帘 但是实际上 已经可以理政了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当时的一个军机张经 在这个热河密闸当中 就已经指出来 说先锋皇帝 所提出来的这种后世安排 实际上呢 是垂帘辅政 盖兼有之的 这么一种权力机制 所谓垂帘就是太后垂帘 辅政是八大臣辅政 是这两者兼而有之的 这么一种权力机制 那么这种权力机制 很容易就导致 清政府内部的权力之争 那么这是我讲的 这个第二个问题 这个再次前印的 无意垂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那么这第三个问题的题目 叫做正统皇权的 绝对政治优势 正统皇权的 绝对政治优势 那么咸丰皇帝 在病死之后 那么慈禧太后 和素顺等人 和素顺这个八大臣 曾经发生过几个 或者几次 这种权力较量 那么这几次权力较量啊 最后都是以 慈禧太后等人的胜利 而告结束 那么慈禧太后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较量的胜利 那么我认为啊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都是依靠着 他的正统皇权的这种地位 或者政治优势 我们下面看一看呢 那么慈禧太后和 素顺等人呢 这个几个回合的较量 我们看看较量之一 就是慈禧太后的封号问题 较量之一 慈禧太后的封号问题 那么在 遵循 遵循 按照清政府的惯例 那么就尊封为呢 皇太后 并且率领着 其他的宾妃 在这个咸封皇帝 这个灵前呢 来祭酒 来进行祭奠 那么但是 纳拉氏 没有任何封号 没有进封 那么素顺等人 这种做法 很明显呢 就是要有意的 去区分 纳拉氏 和皇后之间的 这种敌数之分 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 只是有意的 要贬低 这个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那么尽管如此 但是素顺等人 不能够无视 慈禧太后 这种母以子贵的 这种特殊的政治 政治身份 所以母以子贵 就说 纳拉氏 他的儿子 宰纯 已经做了皇帝了 那么纳拉氏 他的地位 就会随着 母 随着这个儿子的地位 的上升 而显得尊贵 那么因此 到了第二天 素顺等人 就不得不已 内阁奉上誉的 分别种形式 那么也尊封为 也尊封 纳拉氏 为太后 那么后来 这个纳拉氏 和牛姑鲁氏 那么分别 被上宗号 为慈禧和慈安 这是后来人们经常讲的 慈禧太后 慈安太后 或者说呢 叫做 东太后 西太后 那维尔分号问题呢 那么这个 进行了一些较量 那么最后 苏慈等人呢 指得呢 再次 封这个 纳拉氏 为太后 那么这是较量之一 我们下面看看 较量之二 那么较量之二呢 是慈禧慈安 两个太后 有没有干预朝政权 就是他们能不能够干预朝政 那么最初啊 这个苏慈等人 他们拟定的一个行政制度 是八大臣赞相辅政制度 由八大臣来赞相政务 那么按照这个制度规定 上誉赵书的起草 这个起草 官员的奏折的处理 那么还有 比方说 像官员的这种升迁 这种降职 对于官员的这种惩处 是吧 那么都是由 赞相政务八大臣 提出一个初步意见 然后呢 是由这个两宫太后 就是太后啊 但前印 佛德改意 就什么呢 就是太后 你只要盖印就可以了 八大臣 提出来的处理意见 你不能够改意 不能够改 那么但是 此以太后对这个问题 非常的不满意 那么此以太后 就以拒绝前印相抵制 我不盖章 不盖印 那么进行抵制 那么这样 按照史料记载 说是双方呢 是义四日 就是义论的四日 所谓义四日呢 其实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双方激烈的进行争夺 斗争了四天 那么最后呢 苏顺等人呢 只能做出妥协 同意了这么四点 三点内容 同意了三点 那么第一 就是同意啊 以后一切官员的这个奏章 必须要送皇太后那 由皇太后来批阅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就是清朝皇帝的这个御址 由八大臣来起草 起草完了之后 要进城给这个皇太后来阅看 那么皇太后认可了 再前印盖章 然后才能够发下 才能够生效 那么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就是清廷 清朝府任命尚书 侍郎 总督巡抚 这都是清朝府的地方 都是清朝府的一个高级官员 总督巡抚 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种 省长省委书记 是吧 这种尚书侍郎啊 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这各个部的部长副部长 说清政府 以后任命这些高级官员 可以由这个三乡政务八大臣 先提名 然后呢 是请仪讯弥定 就是请遗址 要由两目太后来最后确定 那么其他不是那么 特别高级的官员的任免 也是由这个 三乡政务八大臣来提名 提出正式的人选和复选人 就是正式的人选 还有一些复选的 这是候选的人 那么这些候选人 要在御前 在皇太后的面前 在皇帝面前呢 来抽签 那么最后呢 要由两公并许可 就是两公太后 认可 那么这三点 实际上呢 是承认了 慈安太后 和慈乙太后 具有越看处理奏折的权力 具有内容的 具有这个上誉这个内容的 一个采可权力 具有对于官员那种任命的权力 那么也就是说 慈乙太后 慈安太后 取得了亲王朝最高权力的 一个最后的采可权 就最后 是吧 谁说了算 还是慈乙太后 慈安太后说了算 取得了一个最后的 采可认同的权力 那么苏顺等人 之所以要对慈乙太后 慈安太后 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妥协 恐怕不能够仅仅说 是苏顺等人 是吧 说他们这个政治上很幼稚 不成熟 大概不能这么解释 因为苏顺等人 他所面对的 并不仅仅是慈乙太后 这一个个人 是吧 他所要面对的什么呢 是充斥于人们脑海当中的 心目当中的 这种至高无上的 正宠皇权思想 是种君臣大义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 除了掌握有军事实权 可以指路为马的这个权臣之外 很少有人敢于 是吧 直接的向皇权进行挑战 否则的话 就不会有好下场 你应该说 苏顺呢 对于这一点 应该说他是很清楚的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朱元璋 那么他在这个 开国之后 曾经有一个规定 规定什么呢 就是如果 有哪些权臣 危及到了 这个皇帝的权力 那么各个地方的藩王 可以起兵 来清君侧 那么朱元璋的这个 清君侧的规定 最后导致了 朱棣的 这个境难之乱 那么但是朱元璋的主观意图 非常的明确 也非常的明显 什么 就是说 他要利用这一点 是吧 利用这些威慑力量 防止下面的权臣 危及到皇权 那么作为苏顺等人 对于明王朝的 这个历史故事 应该说他也是明白的 他是不敢随意 向这个皇权来挑战的 因为他面对 慈禧太后 这些皇权 那么他是感到 是无可奈何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 这个慈禧太后和苏顺等人 这种较量 这个之二 慈禧太后和苏顺等人的较量之三 是围绕着什么呢 慈禧慈安两个太后 稍禧太后和苏顺敏